警方则是凌晨在永安街查获了一名从事业务工作的杨姓男子 在保时捷的休旅车上面 吸食笑气还有K他命 把他带回了派出所 但没有想到他在遭到裁罚之后不到八个小时 又在自家一楼 吸食笑气又被带进了警察局 那你皮是皮的 男子神情恍惚吸食笑气被人检举 只是远警到场后发现抓到的又是同一人当场傻眼 这名杨姓男子14号凌晨在保时捷休旅车上 抱着两个钢器瓶吸食笑气 因为还过头影响放态大声遭远警盘查 警方还在车上搜出K他命 当场将他带回警局 只是男子遭移送后 没想到经过八个小时又再度被抓 远警到窗边的时候他神情很嗨 然后一直对着远警笑 远警就问他吸食什么 他说吸食笑气 原来杨姓男子被逮后 丝毫没半点悔意 返家后又买了三瓶笑气 大喇喇在住家一楼吸食 民众见状报警才再度被逮 不到八小时男子二度进警局 这回可没这么容易放他走 想笑也笑不出来了 接着临时达探凯恩张密兹新美式报道